那时候被求偿八九百万 那来的时候其实是 就眼睛红红啊 应该很吓得 可能自己有孤顾了 一场无人死亡的车祸 要求赔偿八九百万元 合理吗 2019年4月上午7点多 范馨女大生骑着机车 沿台中市雾峰环河路一段 扮车道往乌日方向行驶时 撞上左前方的红杏男骑士 两人均有手脚身体擦措伤 据了解范馨女大生家境不佳 案发时就都大意 晚上打工赚取学费及生活费 还得抚养父母 而红杏男子则是吊卡车的寄师 收入六到七万元 当天骑机车上班途中发生事故 最后双方调解不成 互控过失伤害 红男在法庭上辩解 当时有工人突然从右边人行道 跑道路中拦车 他才会向右偏行 但范馀坚称没有看见工人 是红男突然向右偏才害他撞上 法官认为红男说辞有疑点 认定双方均有过失 分别将红男判处拘役55日 范女50日 均可医科罚金 红男上诉被驳回 但在刑复名诉讼被驳回两年后 红男又提出告诉 并提出诊断证明 主张自己当年在车祸一个月后 发现右侧宽部开始疼痛 被医师诊断为 右侧宽部关节延疾 右侧骨骨头缺血性坏死 合并髋关节病变 并接受致患全人工髋关节手术 因此向范女求伤575万元 才七十一开始之前到990多万 女大生会不会很崩溃啊 那时候被求伤8900万 然后来的时候其实是 就眼睛喉喉啊 应该可能吓到 可能之前有哭过了 但是因为那个裁判购很多 他就没讲最先被换掉 他就这样反复提坏 最后提改成500多万 那一次他就有 他就觉得 后续要败 他因此有劳动能力捡取 还好法官最后采纳医院鉴定报告 认为红南右侧宽部伤害 难以证明是犯性女大生造成 红南也因负担期权的过失责任 得请求的金额为3656元 由于红南已领强制嫌礼赔金约6万元 比可求偿的金额还多 最后博会红南求偿 女大生免赔 全案人可上诉 那种车祸本来就是你的不信 你应该全部你应该的损害 不是用这个来 能做好像车祸发大财 或中热头 而不 changer 那种车祸到他们的员化 也不得不 Gust